Hello 大家好 我是Emma 這次我們又拍這個開箱片 登登登 這次拍的就是這個 簡黑廠聯繫SDS廠出的 SDS廠是一間新廠 然後簡黑呢 其實東西都不差的 但它經常被人罵 因為它出貨就出得十分之慢 還有它有個問題就是 出一隻貨就開兩三隻頂 例如好像松柱一樣 它預計是去年的年尾會出貨 但是拖到現在呢 它還未出貨 所以這個問題是 只是被人罵的 希望它之後會有作些改善 這次這個就是 煉獄痕獸 我開的很多都是鹽柱 我也有說想試開多些鹽柱意外 但是呢 這隻也很多人說 期待啊 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也想看看 跟之前的分別有多大 看看另一邊的彩合 這一邊的彩合 就是有杏秀郎這個樣子 它不是整身來的 它是半身 然後把照片延伸到這一邊 的熱眼裡 應該是瀑波 就很漂亮 然後把它們搭到一邊的 好,就是組好了這次這個簡黑聯繩SDS的鹽柱 但是相比起之後,我自己都比較喜歡TNT的鹽柱 因為現在很多鹽柱的GK其實都是用無限列車去做背景 但是比起這個,我更加喜歡TNT的原因是覺得它比較像是裡面的情節 雖然它的火車頭好像有一個觀眾突破盲腸的在下面留言說了比例好像不太適合 但是相比起這個,我真的有點摸不著頭腦 它不是差,但是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了,對不對 但是這樣對比下去,我就覺得這個好像有很多地方可以再慢慢說一下 其實它把劍我是沒有放下去的 因為它把劍是真的有點危險 它把劍其實也是很重的 我發現現在很多GK的劍,不是,它們把刀指甲 就是它們很多鬼面的刀是越來越聚首 而且它們的手後面是很大的洞 如果你是有這隻,或者你將會有這隻的話 你們放一把劍的時候,我覺得真的必須要落bro tab 因為它只不過是剛好是定住了翼 但是如果它有些震蕩,或者有些什麼冬瓜豆腐 它真的會掉下來,就會破爛 然後第二樣就是這個牌 哇,它真是999足十! 超重的! 它的形狀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它是一個火形,像一個佛牌 可以這樣戴在旁邊 我也挺肯定這個高度掉下來,腳趾也會碎 看看它的地台 我覺得有點像CS廠的火影系列 因為它旁邊是那個角色的details 然後中間就是它的名字 但是只不過別人的火影就是它們戒指上面的代號 然後向上看一點 有無限的字 然後旁邊就有些火 那些火火呢,它就有做一隻透明 還有一隻實色 但是我自己覺得,實色那一部分呢 好像有點血 然後重點又來了 大家猜猜一下發生什麼事 哈哈,就是我臭手王 又有爛件 它本身應該是這個位置的 但是拿著地台出來的時候 看到這一枝東西在那個袋子的深深珠 我還以為是那些黑色法寶膠 但誰知道不是又是爛件 然後再慢慢看一下它後面的背景 T&T那個就是一隻炎斧 但是呢 它這個後面就是一個圓形 它令我想起太陽神阿波羅 可能我失了憶 不太記得它裡面的內容 但我沒有什麼印象它這個是什麼招式 那純粹可能是廠商想做一些特別的造型 所以它就用了這個圓形的圈 不過它上面呢 都有扔著一點點無限列車的零件 例如有這裡 還有這些位置都是來的 那我們再看看炎柱的本體 其實呢,無論是這一隻 這個是上次T&T那隻 不只是GK 連Figure 它們的肢體呢 都是這樣的架勢 這一隻炎柱老實說 我自己就覺得有點失色的 就是那句啦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啦 首先就說了它的身 它的身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看過上一次T&T那隻 它的扭是做了一些details 它這次這隻是沒有的 就是金色一粒 所以就比較普通 還有就是它的腳趾 你只能夠看到它的腳趾弓 還有後面的其他腳趾 輕輕的形 但是你就會看到是每一隻都分明的 就是這樣的 可能這一隻它就做了對口襪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它對襪的火 我覺得它紅色的範圍多了一點 就是我知道它對襪 本身是黃色的 可能是因為它想做一些火光反應 但是我覺得它可以多一點黃色的部分 兩隻腳都是的 然後呢 就是炎柱的這個刀柱 這個刀柱是正確的 這次呢 終於都是灰色加白色 還有呢 大家砌的時候就小心留意一下 那可能你會將它兩邊調轉的 你出來看看 它這個刀柱是十分之輕的 那怎樣分它是外面還是裡面呢 那裡面呢 你會看到它是一個隱形了像石鐵的 它是讓你這樣放進去的時候 可以貼著腰部的 那你放進去的時候呢 會感覺到它黏住了鐵的聲音 我這隻炎柱呢 超多層 因為要慢慢掃掃 大家會看到我拿走了一把刀的 因為想讓大家看看它的手 先看到它的手 超大的 那它這把劍呢 就不是用金屬色的 而是用了一些實色少少的紅色 還有一個導演 我覺得呢 它是有點像光了的血象 這個惡鬼滅殺呢 就只是寫了在一邊 那就是用白色 那另一邊就沒有的 把把劍放進去的時候呢 它是惡鬼滅殺呢 是向裡面的 所以我覺得 有點浪費了我的字 那還有呢 它是放上去的時候呢 它是靠這樣慢慢卡住 其實你無論是什麼角度看 你還是會看到很大的洞 而不是剛剛塞住 看看你會怎樣看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這樣也OK的 但有些就接受不到 要很趕求這個完美接駁 那也是那一把 但是大家砌的時候 最好都是加一點Bluetat 會好一點 TNT那隻呢 是魚織和對墨手 上是做了一些特別的效果 基本上是整身摸上去都是不同的 但是這一隻呢 它是整身的衣服 都是同一個質地 近看呢 它白色漸變去黃色那裡 其實就是很漂亮的 視於它的魚織的尾部 它就加了一些黃色 去做highlight的 那看上去 它的顏色會立體一些 和豐富一些 所以它的細節是各有各好 看看你是追求手感上的不同 還是這個視覺效果顏色上的不同 然後呢 我們就再一起看一下 炎柱大哥的頭 感覺上覺得它有點大的頭 在那個畫面裡面 其實它的樣子是端正是好的 但是真實看呢 不知道 我有一隻說不出的奇怪感 然後呢 這個頭雕是有兩個的 看完這個之後呢 就轉另一個了 那第二個登場的頭雕呢 就是這個 傷痕累累的大哥 它這個樣子是最似 和Evojo打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這個頭雕呢 是有一隻打不興起殺紅耀眼的感覺 不過呢 不過呢 它的嘴呢 有一邊有血的 它這樣看起來呢 很像是有一邊沒有牙齒 其實這兩個頭雕呢 只不過是表情上面不一樣 基本上 髮型啊 擺動的方向 全部都一樣 我自己眼看啊 我覺得第一隻的這個呢 它的頭髮是比較 橙一點 和心黃的 但是這個呢 第二個頭雕呢 不知道大家這樣看不到 它的畫面看 它這個是比較淺色一點的 還有呢 上次TNT我講話略嫌那條 邊太過粗了 那這個呢 就正常了 那講了那麼多之後 就把第二個頭雕呢 放下去了 大家看不見 中間呢 是有一條 小小的頭髮 就是這一條 剛剛放下去的時候呢 我很怕它會弄斷了 就是 就不會的 它是剛剛好遷就著的 但當然啦 你放下去的時候 都小心點 去遷就一點力 和那個位 就不要勉強擺 還有呢 它是會有給這個座 來的 這個座呢 就是給你擺這個頭 就是好像比達的那樣 如果我有些不用的話呢 我可以這樣放在旁邊 老實說 我組好了這隻GK的時候呢 我有一點覺得 黑色感 就是這樣的感覺啦 因為它這個GK呢 在我心目中 沒有太大的 不同的地方 因為上次TNT那隻 它是有一隻很大的炎� 在旁邊坐陣 但是這隻呢 就是不算後面這個太陽神阿波羅這個圈 我就覺得它是普通了一點的 但是換完它這個第二個頭雕之後呢 我覺得整隻感覺都很不同 就是你看到它這個第二個頭雕 加上整個造型呢 是很有那隻跟Evo座打的那隻感覺 就是大家看電影的時候 就覺得很熱血的 就是有這隻感覺來了 還有它是可以著燈的 然後我們又可以來這個兩燈儀式 那它是有兩個模式的 那第一個模式 就是 是不是很緊張 想知道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這個傳說中的呼吸燈 可以看到它的顏色是剛剛這樣 慢慢慢慢地著上來的 然後它就會開始好像畫面一樣 又關掉又慢慢開 那你就可以這樣把它放在一旁 都 挺有感覺的 但是看上去是 比較像是熔岩 然後第二個模式 第二個模式就是這樣長著 剛才我有一點覺得它是長著之後呢 它那個燈是比較光一點的 但是其實想想一下 不過是它的呼吸燈 因為是慢慢越來越光 然後越來越暗 可能我就是還沒等到那一刻 然後就轉了做這個長著模式 那所以呢 就覺得這個模式的燈呢 是比較光一點的 然後我再拍多一下呢 就是最基本啦 就是就是熔岩 那所以就可以按大家喜歡 看看你是喜歡 呼吸燈 讓它慢慢在這裡 又熔又熔又熔 還是你可以長著 那就任大家去選擇的 不過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好像我有一點點的同感 我自己覺得它後面那個圈呢 是 一來我不知道它是火鍋 二來它是上面那些火車的零件 我覺得是有點多膠魚的 就是可以不整都可以的 我剛才第一次設計錯了 我是設計了這個背景 然後才放它的乳跡 但其實應該是先放了乳跡 然後再放這個圈 如果不是呢 你就會卡住了一些位置 現在它穿完燈 加上整個造型 我是覺得它是不錯的 但首要是這個頭雕 好啦 那這個是簡黑聯繩SDS的 鹽柱煉慫秀籃 就放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記得comment like share 記得subscribe 我的channel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